這是新的三巴士公司,由11號去大澳 3號M去梅窩 我們便乘23號去岸平站 我們便乘23號去大佛 右手邊是360的位置,我們是不會乘360的 現在23號去大佛 由大佛再出發 我們今天的旅程 這裏就是我和我朋友來岸平出發 去鳳橫山山頂,希望去到九雅嶺 出發前會先吃碗豆腐吧 一凍一二了 最年輕就怎麼想 對,拍片的人 原來我的朋友今天陪我走 給了面子 他陸友要走大余山 我每次來都會見到牛 但今天可能會收起來了 心情又不美 我們要征服鳳橫山 不知道能否征服到 目標要征服到 心經簡林我自己都未來過 現在去心經簡林 對的另外島 好 這個心經簡林和鳳橫山都是走這邊的 這些房子就找不到業主的荒廢了 整個茶餐廳也是 真的 真的 其實也不是太差 台灣的 台灣的東西 很過癮 一會兒 便到心經簡陋 現在如何做 整個社會不用那麼多人人做的事 不會趕倒 我一早看穿了這件事 看看,走鳳凰山下 熟口熟練 到心經眼了 好漂亮喔 好,這裡 鳳凰山上這個頂,可能也可以 那怎麼走呢? 看看地圖 我們是這裡 心經眼就在後面 那現在想去呢 嘩,要反過來看 下去就是 石壁水堂,我們不去的 我們向山的方向走 大風吵也不去的 我們應該是向上面走的 應該走鳳凰京 黑色星星這個位置 然後就會去白宮坳 目的地就是這樣 好,出發,GoGoGo 對,一樣的地圖 如果你不去看,不用這張 可以看什麼 好,你們看好 我照顧實踐 真的彼此 挖手 不繞一圈,只是繞一圈 回下來 現在起步,以為路很平,但一開始就...哈哈... 路就離開了 不用說那麼多,走吧 出發 下面是水塘,挺漂亮的 石壁水塘都大面積,好像融合了一個海 今天雲是挺特別的 繼續去 鳳凰景也不能說少 也不能說少,鳳凰景 很多 繼續走 好漂亮 石壁水塘 很簡單,下面加個坡一閘住,水塘就出來了 繼續 走一路 GO!GO!GO! 對,沒有水 但感覺到頂部是很近的 雖然條路走,也有些美景陪著 難怪這麼多人走 好漂亮 有些光線很漂亮 哇,香港要走山也要很久走 畫面的中間這裡 是山谷來的 很多山包圍著 真的很多山 還有這個 叫做山 岸平山 都是靠的 我們已經連續race up 了百多米 我估計要race up 多三百米 所以 又有裝備 又有訓練 又有好的天氣 又有良好的計劃 才會走山 先拍一下 我們由大佛出發是坐的 白宮咬過來沒那麼邪 很近頂部 不過我朋友就沒有義工頂 我共同進退 很接近很接近頂部 我真的沒想過可以這麼近頂部 那麼大個兒子也沒想過 那麼繼續挑戰這些超級難題 你看人們走得很辛苦 一級你看,拉到這麼近 這樣上的 拉到很近的 那些級 先給人 小心 你看,拉到這樣 這樣拉的 上到膝蓋那麼高 繼續出發 我們有隊員 未必可以攻上頂 今天就不能攻上頂 要沿路回頭 再見 鳳凰先生 拜拜 加油 加油 謝謝 你猜你多久去到終點 即是落到八宮咬 一個小時左右 你一個小時左右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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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本就是一個多小時的事 哈哈,水堂真的很漂亮 好,跟我老人打過 我們走不到那裡 我們先走一走營地 好,這個樹木研襲境 有些樹牌在這裡 這樣快會到營地 不用走回頭路 我們就可以三角形走回去大佛 那我就要吃多一碗豆腐花 因為其實都挺好吃 這個交會點 這裡就是安平營地 就封了的給人 隔著它來看看 對了 封了 不錯的 但我最喜歡馬安山的昂平營地 好,反正一場來到也看完這個市集 還有一個招財貓 哇,七仔 好像有中國色彩的七仔 也有一些手信 這些手信其實都沒有人買的 對 因為不特別 不同 日本呢,你這麼容易買到 是製造在日本為主 還有它很顯示它的個人風格 而它顯示不到那個安平風格 雖然筷子,這些其實都好 這個就買了一些玩具 很多玩具 你看看,這間很個人 對 很多不同的玩具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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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都是香港的 那些 那些 那些小龍 右手邊的就沒有關係 大佛 這樣 畫畫 動感應願 還有一間賣銀 那裡是巴士站 我們會在巴士站離開的 那時一開我都看過了 那些動感應願 對 這個探知館 正常不用錢的 以前 之前就要錢 近來就好像談好 又不用錢 做回正常 正常的社會 那這裡有很多車 好 那現在等著 對 那我們 下山了 再見 拜拜 拜拜